哦 大家好 我小江 有个男个人窄 目前的话 一人一车 浪迹天涯 昨天晚上是个地方睡 非常暖和 昨天晚上十度左右 真的头是这么暖和这么多天 然后盖子睡的 我连睡袋都没有钻 准备出发了 这个地方还是能听到火车响 还是比较的影响睡眠 不过昨天晚上就醒了一两次 还好 这边路上的风景 让我想到了陕西那一段 真的跟那边差不多 比较平衡吧 应该没有大坡了吧 快到镇上了 还是在这个山里其实舒服 风景也好 人也没有那么浮躁 这边房子弄得好精致 好漂亮 那边就是感激的吧 这个镇是古镇风格 新战镇吧好像是 这个镇好漂亮 真的 好像景区一样 这房子弄得 烟热粉 很有烟火去 这个红灯笼挂的好喜庆 卢州真正叫酒 卢州这个叫酒是不是四大零酒之一 我这个镇子好漂亮弄的 这个 红灯笼给我挂起 哇 这个镇确实弄得还不错 挺好看的 完全的古镇风格 这应该是个旅游度假区吧 这地方挺商业的 到处卖衣服啥的 这应该就是个旅游度假区 好新的这些房子挺精致的 原来没看到什么饭店 在这里摆摊呢 嗯 那个太油腻了吧 就是镇比之前几个镇都要大 这边有餐馆了 原来集中在这一头 宾馆罚者很多的 这是个旅游小镇吗 应该是 这边正准备吃饭了 没开 这就尴尬了 难道只有羊肉粉开了 现在好像加油站的还没上班了 饭店都还没开张 只有羊肉粉呢 盛饭了 太出城了 唐二哥小吃 这个应该还开着 问一下吧 童子老味道 它这边的话饭没有 只有粉 炒手 刚才那个肥肠粉了 辣椎走到晚上吃了 一碗这个肥肠米线米粉吧 这个粉很粗了 刚才这个米线都吃了一半了 因为刚才在传视频 太慢了 就先吃粉了 味道还是挺不错的 这个碗也是比较大 老板你要问我 是从哪里来的 不是广东 骑车过来的 差不多了 准备出发了 这个油底都没喝 一点都没喝 那这个饭店吧 消费10块 一个米线吧 肥肠米线 这个还堵上车了 应该是反攻了 那个老板娘看我是骑车的 还多给我添了一点那个米粉的 挺好 哎 宁堤 宁堤是哪里啊 苗宁吗 这个车牌我还第一次看 去下一个镇买点东西吧 然后就找路易地了 前面有一段山路吧 这个还没飞机房 这个没前面要转303省道 往那个洗水方向 这边是国道210 然后这边是省道 303省道吧 这怎么走的小路啊 这四路省道 这么陡啊 听说农村做一栋这样的别野 只要几十万 不会吧 几十万能弄得 这个就还不错 看起来 挺有参考意义的 这个路线明显比国道要难走得多 坡度一点大 你看那边吧 站得高才能看得远 你不走这种路的话怎么看风景呢 反正都有得有失的 这 那个唇指都那么矮了 那个阵子 你看这种路是很要命的 没多远 神秘古夜郎欢迎林 这是一个旅游小镇嘛 昨天本来到这里的 但是昨天没有到 这边又在白酒席 这边的话 听说母猪下窄都要白酒席 也舒服了 这边特别喜欢白酒席 就是年前年后半个月了 这边又转是夜郎镇嘛 去镇上看一下吧 哎呀 这边还有好几个景点了 旅游小站 光是这里就有六个景点了 这边有夜郎古街看一下 这边还有这个五虚子的这个五龙 老板老板新陈姐开了 那个原来是要实力的 那个五龙 夜郎镇集贸市场 这个还没开 这厂马买菜 这个镇的风格跟那个新战镇嘛 上一个镇 几乎一样 夜郎 这集贸市场 农贸市场对面 好 那集贸市场以后开吧 应该说还没开 啊 这边移动卖菜的 哇 这边有卖蔬菜的买一点吧 哎呀 真的是 基本关了 哎呀 卖 没什么人卖 哎呀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也是冷冷清新 这边还有买品物的 刚才整个12块钱呢 两个鸡腿一个瓜 走吧 在这个超市 消费了86 三瓶水 啊 然后买了点啥 这里一个碗吧 这个碗的备用 比之前碗大一点吧 也不知道什么尺寸 买了一个挂面了 一条纸巾 这里一双鞋 之前的鞋磨烂了 然后这个的话比较贵啊 东西已经买好了 准备出去了 前面有段山路 不知道也没录影机 还问边看嘛 这东西还蛮体的 夜囊酒店 这边住宿挺方便的 如果昨天没有找录影地 可能就到这里住了 这边又白酒席了 结婚的小房房 这边刚走没多远 又有一个半酒席了 我也挺热热的 这边再放烟花 结婚的还是干嘛的 这边半酒席的确实非常非常多 前面要进入山区了 看我身后吧 进入了洗水线 走山区 这边环境非常优美啊 水很清澈 到了山区的话 人口就稍微稀疏一点了 你以为一切都是没选好 得到的和想要的对不上好 你以为时间可以出来 万个人当主角 百姓就回天空地了 不知道世界上最对你好 为了你还可以什么都不要 高速直接穿山而过 走隧道你看吧 如果我的话前面有一段盘山路 看着不短了 海拔一千四百六十米下去 平均二十二度 这里有个度假区吧 先元度假区 应该是这个县城比较出名的景点吧 如果度假区的话 那里面是水泥路 坡太陡了 那么高速还在下面了 高速省了几公里吧 应该好几公里 这边绕了一个很大的弯子上来 然后前面还有左拐右拐 贵族这边到处都是去沙拐 还是山里面空气好 我来看看这边的风景 有山有水有农田 就像寺外桃源一样 是吧 桃花圆寂 刚爬了一个几百米的坡吧 应该是 像去沙拐一样 拐来拐去 天天都是去沙拐这边 从那边上来 你看吧 这路就这样了 刚才我从这个地方上来的 这个路行有点像西藏的绝拔山 弯特别多 现在还在爬山的路上 还没到最高点 还差一百多吧 这个地方海拔差不多一千山 最高点一千四百多吧 就是那个避暑的地方 应该是 然后我发现这个路边 有一个这样的亭子 然后这边有个小树林之类的 这个解决奥利给也比较好解决吧 看一下吧 哎呀可以啊 这个停止 问先停 是吧 有一定的年代感了 这个停止的话 能挡一点 走太阳 现在天气感觉还蛮热的 但是过一个过一个星期又降温了 给大家看一下 那个下面没有 那个地方就高速啊 没有 高速是穿隧道的 就是穿那个地方 从这个地方穿过去 你看穿这个山 那个高速距离这个地方落差非常大 所以不是很响 也还能接受吧 那高速的话 那个噪音 因为高速离这个地方落差很大 那个什么 昨天那个飞机 山泉水场吧 那个的话高速离那个地方 还得特别近 然后隧道就在那个房子下面 就很吵 这个还行 嗯 要不就到这里吧 没地方确实 再往前面走的话 过了这片山去前面就是村镇了 就没这么好的地方了 你看吧 就是这个问仙庭 我看了一下地图的 我特意标了一下 昨天标了一下 我感觉这个地方或许可以考虑一下 因为这个地方感觉没什么人 你看吧 这卫星地图 没什么房子 过了这一段 就这一小段 下面全市人 你看吧 找到了这边全市人呢 是几个景点 到了这边的话 那就不好露营了 因为这里 全是村子杀的 距离现场就很近了 难道就要到现场吗 你看吧 这旁边有人家 然后我特意 从这个地方下去看了一下 就这个树林里面非常空旷 里面的话很隐蔽啊 然后有好多纸巾 这个地方非常好 真的 最关键的是 它这个不是阶梯 如果是阶梯的话 我的车子上不来了 挺好的 就是有点抖 那一段坡 我把它推上来 带点油门吧 挺好的 问先停 这个名字取得非常有诗意 也是个免费的关键点吧 能看到下面的山更高速 就今天这个温度的特点呢 跟我在那个西藏骑车的时候 非常相像 就是你在太阳下面 特别晒特别热 但是如果一个停止是吧 这个地方是没被晒到啊 你要这个地方啊 坐一会儿 没被晒到 然后挡住 特别凉快 就这种感觉 只要能把太阳挡住 就会很凉快 这就是高海拔的特点 啊 就是我一般看地图找录影地的 就找那种没什么人的 那个卫生地图显示 是没什么房子的 就很空旷 然后有个那个什么 是吧 亭子啊 或者一个什么小景点 或者倒闭的那种啊 那种地方啊 特意标出来 把那种地方 这个的话我是昨天标出来的 果然是可以露营 就要留意这种地方 这个问先停啊 你看吧 村上万某山花 下那千山凉气 应该现在说的是这个地方 秋品百味果实 啊 东陵 十里雪峰 说的有道理 对上了 就这个停止这个位置 距离那个下面高速啊 垂直落差 应该是超过了三百米 三百多米吧估计 啊 一千米海拔提升 温度降六度 就这个海拔提升的话 应该可以超过降两度 比下面凉快 不过如果降温的话 那就比下面难受 我看看这气温吧 挺挺高的温度 十七度太阳很晒 感觉有二十五六度一样 然后明天的话 看一下明天有雨啊 下雨的概率还很高 还好找到一个打雨的地方 然后后面的气温的话 你看吧 到了二十一号左右 下雪了 二十一号之前温度还可以 你看吧 这几天开始下雪 不会吧 这么夸张 还有最后一把降雪 然后又转晴 温度像过山车一样 给大家看一下吧 这个鸡腿啊 本来是放在那个包里面的 里面还有一个那个瓜嘛 你看全部化开了 放在包里面都化开了 可想啊这个温度多多么高 看吧 帐篷的话就搭在这里吧 今天那个气温高的有点不适应啊 不过明天的话 只有13度下雨吧 明天应该比较舒服 哎 在这个太阳上面了 感觉还晒的热热的难受 我这个小风扇 还是能用的上的 你看 冬天都带小风扇 现在是属于春天吧 不过他 我气温很不稳定 就是偶尔有几天特别热 但是很快就会降温 这两个碗的话是我之前买的碗 然后 今天又买了一个新的碗 这碗的话还是买大了一点 买大了 应该是两三毫米吧 我的天 刚好放不进去 我再载个三毫米 四毫米的话 就能进去了 我这样也可以了 你看吧 这个今天买的鸡腿啊 哎呀两个自然解冻了 把这个肉给剔除吧 温度高啊 但没有坏 嗯 把它剔除 把这个肉给切下来吧 差一点六三毫米 给大家看一下吧 你看吧 两个骨头给剔除了 这样差不多 那个皮就不要了 太油腻了 你看吧 两个鸡腿剔除下来 这点肉 我觉得这点肉刚好 真的不能太多了 半个小时之前都感觉很热 这个时候你看吧 太阳在那个山后面了 这时候感觉要加衣服了 把这个瓜也处理了吧 这个瓜挺多的 多吃点蔬菜 一个瓜就够了 这个表面上好像有那个脏东西 要不削一下 给它切了吧 这样的话就 它这个皮的话比较 硬一点吧 它这样的话就很好煮了 哎 把这个鸡肉 鸡腿肉吧 焯一下水吧 焯一下水 更放心 这样给它焯个水就好多了 相当于水煮肉 把这两分骨头整进去吧 哎 你看吧 今天晚上这点肉的话 分量感觉 差不多吧 这都有感觉有点多了 你看吧 这里有一个挂面 这就是今天的主食 整一滴油进去吧 哎 我靠海拔高了 它自动漏出来了 这挂面搞进去了 这挂面 不是很细也不是很粗 就专门挑这种中等宽度的 应该差不多 之所以放两个骨头进去 是为了增添一点香味 不是为了吃 这个是生抽吧 还没了 整一点进去吧 哎 把这个瓜搞进去 嗯 把这个肉搞里头 这个肉的话几乎就是熟的 整点盐进去 连上一点老抽上色 就简单这样煮个面吃 嗯 这应该不是不油腻吧 这应该 那行 兄弟们 开饭咯 哎呀 你看吧 这完全就是清汤刮水 但这样吃的话好一点 油的话应该没多吧 也没注意 因为那个有有那个压叉吗 而高海拔 我气压低 留下子就出来了 感觉没啥味道啊 这样整的 平常寡淡的 没放多少盐 但是吃水煮的 那确实是 如果你能保湿长期煎吃水煮 那确实是有减肥效果 真正的水煮是调料都不放的 就是完全水过一下那个鸡胸肉是吧啥的 然后整个蔬菜水煮 然后吃下来 长期下来不行 这个里面哪怕是放一块火锅底料 味道都味好得多 但是身体负担就大了 明天的话 有雨明天凉快 在这个地方 明天不担心被晒醒 下雨也不怕 就这样看着吧 就是用小碗和好端一点 味道的话比较寡辣 连盐分都没给够 不过这样吃的 身体负担小一点 我的话 我这个情况 真的要 经历一段时间的低油低盐 才能把身体调整一下 可能是内脏负担太大了 我估计这个里面可能有好多脂肪 你自己堆积在那个内脏里面 以前我吃那个丝瓜汤啊 一点点灌面 然后大量喝汤啊 之前瘦了十几斤的 几年前呢 说明吃水煮的还是有效果 就是 出来之后 吃的太油腻了 你看我之前在厨厨房 是吧 我天天也不动 然后吃个炒土豆粉 炒河粉 它不算太油腻 那那那也负担不大 是吧 出来之后的话 偶尔探店 如果你吃的太差的话 没什么看点了 这太尴尬了 就是必须要中油中油盐 才有看点 这个像那个黄瓜一样 这个热量是很低的 有一个博主 他从来不炒菜的 就是不管什么东西吧 放锅里面一煮 都用水煮 放点酱油啥的 就这样吃 辣椒胡萝卜 冬瓜是吧 各种蔬菜都能一起炖 各种肉都能一起炖 就那样 那样吃的确实健康 不过没啥味道 还是炒的好吃 看来我的身体确实要调整大事情 他这边那个 羊肉粉那个底油的那个汤都特别油 肝脏呢 少没啥的都超复合韵展 这个汤的话喝一点吧 味道全在汤里面 这个油水应该不重 嗯 确实 身体要调整一下时间 身体已经发出信号了 可能经常要煮一些菜吧 搞水煮啥的 能清淡一点 虽然味道不想挂大 但对身体要好一点 今天又是奥里给的一天